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随着美中两国之间的对立加剧以及全球经济安全需求的提升,半导体供应链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重组。 这一趋势在台湾新竹地区尤为明显。 新竹科学园区,这座被誉为亚洲戏骨的科技重镇,是全球最大的机体电路制造商,台积电公司的总部所在地。 要知道,在1990年时,全球近四成的半导体产能还有美国掌握,而日本则在机体领域拥有全球最大份额。 当时,半导体产业投资巨大,从研发到商用,面临较高风险。 因此,供应链上形成了明确的分工体系。 研发和设计环节主要由半导体巨头,如美国的高通、苹果等企业负责,而制造工序则由台积电等晶圆代工企业承担。 台积电,以其对半导体制造技术的专注和巨额研发资金的持续投入,成为了全球半导体制造业的佼佼者。 目前,该公司不仅在台湾本土拥有强大的生产能力,还在上海和南京建有工厂,为中国的制造业提供稳定的半导体供应。 然而,近年来国际局势的巨变对半导体产业带来了深刻影响,美中之间的对立无疑是推动半导体供应链重组的最大动力。 美国虽然在半导体的研发和设计领域拥有压倒性的优势,但在生产先进半导体方面,却存在明显短板。 台湾科技民主与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张志诚表示,美国已经得出结论,在美中霸权争夺战中,先进半导体作为一项技术对于维护国家安全极其重要。 美国人工智慧国家安全委员会在2021年提交给总统的最终报告中警告说,美国必须夺回半导体产业并动员盟友和合作伙伴,共同赢得这场技术之战。 眼下发生的事情,似乎正是按照这一战略的规划在推进。 目前,台积电正在加快全球布局。 台积电正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设有能力生产4nm制程晶片的工厂,并计划建设生产最先进的2nm制程晶片的新工厂。 近期一份,多达311页的美国戴尔公司产品路线图指出, 年终面试的XTS-13笔电,分别配备三种显示器,FHD、QHD+,LG双层,OLED,采用Snapdragon X Elite处理器。 其电池续航时间,相较于使用英特尔处理器的同款产品,分别增加了91%,98%,68%。 相关文件的产生日期是2023年8月,其中QC代表高通。 在XPS-13产品线中,引入高通处理器只算第一步。 戴尔准备在2026年发表使用第二代高通处理器Orion VR的XPS-14并逐步扩大应用范围。 2027年将在XPS-16效能及产品线中尝试TDP高达80瓦的高通处理器。 微软这边也在积极准备。 举办了Surface及Windows AI产品发表会。 除重点介绍由人工智慧加持的Windows 11 AI Explorer外, 观众还会看到针对ARM平台的Windows作业系统以及使用ARM处理器的Surface产品。 据传Surface Pro式平板不仅使用高通同款处理器Snapdragon X Elite, 萤幕也采用了LG双层OLED。 目前,苹果已在iPad Pro产品线中使用了双层串联OLED显示面板, 以解决亮度无法达标的难题。 在此背景之下,台湾经济日报消息。 苹果公司营运长Jeff Williams低调拜访台积电, 台积电总裁魏哲嘉亲自接待。 双方主要讨论了苹果自研、AI晶片的开发, 以及台积电使用先进制程技术生产晶片等事宜。 苹果需要更多半导体先进技术支持。 此前,苹果已包下台积电3奈米首批产能。 苹果后续预定2奈米,乃至更先进制程的首批产能。 台积电营收将继续增加, 今年有机会创新高,预计可达6000亿元新台币。 苹果财务长Luca Maestri在财报会议上表示, 公司计划继续推进对数据中心的投资。 苹果拥有自家的数据中心,也使用第三方的。 这种模式效果良好。 他还提到,公司对生成式AI感到兴奋。 过去5年,已在相关领域研发投资超过1000亿美元。 苹果与台积电合作多年, 用于iPhone的A系列处理器和用于MacBook、iPad的M系列处理器都是双方合作的产物。 此次Williams访问台积电, 是为了讨论苹果、AI自研晶片与台积电的新一波合作。 苹果开始在AI伺服器进行布局, 打造自家AI运算处理器。 这些处理器将使用台积电的先进制程进行量产, 并采用3D堆叠方式。 但由于成本较高, 短期内苹果应该没有将其扩展到终端设备的计划。 接下来,苹果还将研发代号为Downa, Brava,Hydra的三种不同级别的M4处理器, 全面抓住AIPC的商机。 今年下半年, 这些处理器将在台积电开始大规模生产。 除了戴尔与苹果等公司频频发力, 美国在半导体领域的投资这几年相当突出, 年内共吸引了超过3256亿美元的巨额资金, 显示出其在该领域的压倒性优势。 然而, 美国顾问公司麦肯锡的最新报告, 却揭示了美国晶片行业面临的一大挑战, 超过一半的半导体和电子业员工表示有意离职, 显示出该行业正面临着严重的人力不足问题。 麦肯锡高级顾问Wade Toller分析称, 美国半导体产业正进入人力需求的扩张时期, 但技术劳动力对工作的满意度却在下降, 且呈老化趋势。 数据显示半导体行业中约三分之一的人口年龄超过55岁。 麦肯锡报告也指出, 2023年美国超过50%的半导体和电子业员工有可能在未来三至六个月内离开目前的公司, 回顾2021年的相同调查, 当时有40%员工想要离职, 显示有意离职员工的比例持续增加。 报道指出, 人力短缺对于晶片制造商台积电和英特尔来说是个不祥之兆。 目前台积电和英特尔都在美国兴建晶片厂, 美国推出晶片法案想要重建半导体制造, 但必须要有足够的技术人力才能实践这些目标。 麦肯锡市井, 即使乐观预测相关专业的未来毕业生人数, 也无法弥补劳工人数不足的庞大缺口, 估计未来10年, 半导体产业可能出现大约近7万个职缺。 晶圆厂面临的劳动力短缺包括专业建筑劳动力, Fib初期设计和安装设备的技术人员, 建成后工艺设备和制成的工程师。 如此看来, 苹果高管频繁密仿台积电的台湾总部不是没有原因的。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